成龙曾经在自己的微博上说过要将自己收藏的灰派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的一所大学 当时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就此事究竟是否合乎 相关法律也一直是各方争论的一个焦点 就在日前住建部发话了 传统建筑绝不能动 在今年4月4号晚上成龙连发四条微博称20年前他买了四栋灰派古建筑 本想找快递将四栋建筑重铸给父母住 如今父母相继离开 这些建筑构建便一直躺在仓库里 两年前成龙和一位新加坡友人谈及此事 很快就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专门找了一块地 大学的学者们还做了周祥的设计 这令他非常感动 他表示自己也有意将其捐赠给这所大学 一语激起千层浪 话语一出 作为徽派古建筑的故乡的黄山市就当即表示 希望成龙能够将古建筑捐款给黄山市 以让他落叶归根 灰州古建筑 作为我们灰州文化的重要的活化石 只有在古灰州才能更好地体现 它的人文价值 艺术价值 美学价值和科研价值 其实1998年的 晚南古民居保护条例的出台 已经让徽派古民居有了法规保护 政府禁止古民居的外流和倒卖 而由于成龙是在20年前购买的古民居 当时还没有相关规范 所以对于这四栋古建筑的所属一直众说分云 有很多人都认为既然人家成龙买了 要怎么处理自然由人家自家意愿决定 成龙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了 自己对于古建筑的喜爱和互乎心切 成龙大哥对于古建筑的一片脆诚 这些值得钦佩 但是关于这古建筑捐赠的事儿嘛 朱建木还是发话了 传统建筑绝不能动 但从我们国家这个政府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是一定要把这个古建筑 这个古村落还有这个文物呢 留在村里进行完整保护 那我们今天开展这个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呢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也能起到这样的成效 把它作为传统村落命令下来 里面的建筑是不能动 只有足部的修缮 改善 这是我们的方针 其实无论之前的捐赠之说也好 为了古建筑保存的新师动众也罢 对于刚刚回到安徽老家 任祖归宗的成龙来说 一切都源于他对于家乡寸土寸地 深深的爱恋之心 这些东西我问过小房子 他就不许 那什么东西啊 这些文件 希望可以把一个古建基金 怎么样去呼吁年轻人 他们旧洋楼玩洋车的时候 也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古建筑 因为我们的古建筑实在是太美 太美 行动再现 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镜与点点栏目